我们来把地质学最后一个主题跟观念介绍完毕 那这边整理的是有关于地球的简史 有关于地球的简史 主要就是第一个是环境的变化 另一个是物种的兴衰 那这里面有几个重点 各位熟记其他的浏览就可以了 那这边一开始提到有关于大气演化的部分 这边有所谓的一 指的是第一阶段的原始大气 大约在45.5亿年前 有的书上写46亿 有的书写45亿 这个数据不用特别去背 但概念上是 整个太阳星云的原始成分 主要是这些氢 氦 矫腕跟氨 所以一般认为地球刚形成的时候 主要的大气也是属于这些成分 但是这些成分基本上都已经逃逸 都已经溢散掉了 所以跟现今的大气基本上没有什么关联 那这是最开始的状态 后来地球分成所谓的地壳 地寒 地壳 那科学家主张 这表示地球应该有融融过 融融之后造成密度大的铁镍 沉到核心部分 形成我们以铁镍为主的核心 而密度较小的细跟铝 则是形成我们地寒地壳的组成 所以像这种分层的结构 由外而内密度有小大大的成长结构 一般认为是地球曾经融融的可能性很高 那为什么地球形成初期 会足以产生融融 那几个让热量温度上升的主要原因 这个各位不妨记一下 包括第一个 陨石撞击产生的热能 第二个 本身的重力 未能转换成热能 所以是重力影响造成的结果 第三个 也是最重要的一个 就是地球内部有一些放射性元素衰变 释放热能 一般科学家在这个阶段 这个阶段主要谈到的 就是我们的地球的分层结构 那因为地球的质量够大 事实上在我们介绍地球的视居性 有什么情提过 地球质量够大 这是很重要的因素 因为它才有足够的热能 地球内部目前才能够拥有 以液态金属为主的外盒 产生所谓的磁场 因为这对我们保留 驻大气息是相当重要的 好 这是第一阶段 大概在46亿年前到40多亿年前 那大概有个概念就可以 因为这部分 其实很多资料都是残缺的 然后接下来这个部分是比较重要的 因为我们的大气的第二阶段 一般主张大约在40亿年前左右 讲义里面采取的是39亿年前 那在40亿年前左右 科学家主张 我们应该有剧烈的火山活动 产生第二阶段的原始大气 也就是跟我们现在有关联的部分 那当时的主要气体是水气跟二氧化碳 那像氮气在当时的比例是比较低的 不过各位要记得 如果我们拿金星来做比较 金星跟地球大小几乎是一样的 而现在目前金星 大气压力大概是地球的90倍 所以我们想象的是 地球初期火山活动的剧烈喷发 应该产生很浓密的大气 所以当时 当时这些水系二氧化碳 都是相当的多 氮气虽然比例比较低 但其实也有一定的量 那这最后变成我们目前的第三个阶段 第三个阶段就是我们 目前大气的主要来源 那是有关联性的 所以我们请这边注意一下第二阶段 一般第二阶段是41年前的火山 喷发释放出来的水气 二氧化碳氮气这些主要成分 所以一般我们称为火山氏气作用 而它的氏气结果 氏气结果使得当时的大气 主要是水气跟二氧化碳 那跟我们现在的大气成分来比 水气二氧化碳 现在都已经相当的低 主要原因是有第三阶段的氧化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除气作用 除掉原本第二阶段原始大气 非常浓密的水气跟二氧化碳 那水气之所以能够消除 主要来自于冷却凝结 冷却凝结 所以最终这一些水气凝结的云 造成的降雨 在低洼地方形成原始的海洋 那我们知道原始海洋 大约在41年前形成 主要的证据 是来自于41年前的沉积岩 因为地表的主要沉积环境 是在海底 所以沉积岩目前找到在41年前 那这个资料就可以作为 原始海洋存在的证据 那之所以我们有原始海洋 就是因为我们冷却凝固的结果 能够冷却凝固 是因为我们距离太阳 远近适中 一样我们跟金星相比 金星就是太靠近太阳了 所以温度没办法达到 水气凝结的条件 因此它都是以气态存在 最后形成硫酸云 那跟地球的环境 就有很大的不同 那这一点就是水气之所以 能够消除形成原始海洋 跟金星有很大不同的地方 另外一个是二氧化碳的消除 二氧化碳的消除主要有几下几种作用 包括它产生的化学变化 跟钙离子结合形成石灰岩 那就存到岩石圈 另外就是生物的吸收作用 有机会形成化石燃料 跟生物胶石灰岩 就是所谓的生物石灰岩 这个也是存到岩石圈去 还有一个是光合作用 所以我们的除气主要来自于生物的作用 跟化学作用 那包括像光合作用 这些作用帮我们消除掉二氧化碳 那一般认为 我们目前找到最古老的生物化石是蓝绿菌 这些蓝绿菌可以行光合作用 就会消耗掉这些二氧化碳 并且释出我们的氧气 那这种除碳的过程 除碳的过程 事实上对整个地球环境也是相当重要的 所以这边有提到像生物化学石灰岩 还有化石燃料跟叠成石 就是蓝绿菌所产生的光合作用 都是科学家一般主张 让我们的第二阶段 原始大气二氧化碳消除的主要原因 那这段内容说明了几个事实 第一个地球离太阳远距之中 可以存在液态水 形成原始海洋 第二个 原始海洋形成之后 可以靠溶解的过程 消除掉二氧化碳 那加上它可以孕育出 最古老的生物 那这些可以行光合作用的生物 也帮我们把浓密的二氧化碳除去 这会让我们的地球 有机会冷却下来 那整个环境就跟金星有非常大的不同 讲义在这边有整理了一些主要的重点 包括我们目前地球最大的碳储存 是在原始圈 就是石灰岩跟化石燃料等等 也就是说我们地球第二阶段原始大气 40亿年前的大气当中 有很多二氧化碳里面的碳 是被我们存到岩石圈 而我们大气圈 整体的二氧化碳 碳的含量相对就低很多了 第二个是 第二个是 氮气本身活性不高 难溶于水 所以 所以我们整个大气中的水气 跟二氧化碳在消除的过程当中 从原本的可能有90个大气压 降到目前的一大气压的过程 那氮气总含量不变 但是比例就升高 变成我们现今大气的主要成分 所以这边有提到一个观念 氮气本身 其实总量没什么改变 但是比例却是增加的 因为我们整个大气浓度 比第二阶段原始大气少很多了 所以氮气因为它活性低 难溶于水 所以保留在大气中 总量虽然跟40亿年前 差异不大 但是在比例上 就从原本很低的比例 变成现在占大气 大概78%的比例 好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目前最古老的 陈基岩 讲义这边写的是39亿年前 有些书上写40亿年前 没关系这个数据就参考 我们当时有陈基岩 所以推测地表应该存在原始的海洋 这是目前认为海洋是地球内部 火山喷发出来的水气 凝结 然后降雨 最后形成在低洼地区 造就了我们原始的海洋 另外一个就是叠成石 是燃绿菌跟泥沙 构成的成状构造化石 这大概有一个基本的概念 因为这是我们目前所知 最古老的生物化石 然后虽然在35亿年前 蓝绿菌就已经出现在地球上 但是当时的氧气 并没有直接进入到大气中 这一点请各位留意 因为我们在25亿年前 有大量的铁矿形成 这些带状铁矿的大量形成 那说明了从35亿年前到25亿年前 这10亿年的时间 大气还是一个缺氧的状态 而原始的海洋当中有很多的铁离子 这些铁离子被早期的蓝绿菌释放的氧气 形成氧化铁 那这些氧化铁就形成 我们现在所使用的大量的铁矿 那像这些这些概念 都可以让我们针对地球本身的大气 有所理解就是 我们大气成分 虽然在当时水气 二氧氧化碳已经除去 开始有氧气 但这时候大气中还是属于缺氧的状态 因为氧气都形成这些铁矿去了 好那这边有补充一个 这些带状铁矿的特征 这个参考即可 这太过琐碎了 好另外一个概念是 当海中的氧气达到了一定量 开始有更多氧气进入到大气 我们大气比例才逐渐形成 我们目前所看到的样子 那一般认为 大概在四到五亿年前 大气的组成才形成 我们目前以氮气为主 氧气第二多的情况 也就是大概就等于现今大气的 现今大气的模式 好那另外一个就是 在当时大气中没有氧气的情况 当然也没有 所谓的臭氧或臭氧层 所以生物 只能在海水中隔离太阳紫外线的影响 它能隔离紫外线的影响 一直到氧气进入大气 才有机会形成臭氧 当然也不是立刻形成 目前适合生物上路的环境 生物上路一开始是植物 大约在四亿多年前登陆的 所以一般主张 大概在四亿年前左右 臭氧层 氧气 才是跟现在非常接近的状态 那这些基本上都是利用 埋藏在原层当中的化石 去加以理解的 好那这个各位就浏览一下 有一点基本常识就可以了 所以一般来说 一般来说 我们可以透过地质年代表 大致把生物跟整个大气的演变 做一个整理 那这里面有几个重点是 这个是我们之前讲过的 相对年代的划分法 一般把地球历史 分成两个主要单元 一个是显生源 一个是隐生源 隐生源大约开始于 五亿多万年前 然后前面这些阶段 都是属于隐生源 又称为前寒武记 而我们从显生源 开始出现表示物种 在地层当中 大量的出现 那因此我们把它称为 寒武记生物大爆发 或生物大爆炸 也就是有很多物种 同时在这个时期出现 出现大量的化石 而在这之前 化石是非常非常稀少 所以我们讲 生物迹象隐晦不明 叫隐生源 然后从显生源这边 各位也可以看到 我们五亿多年来 又把显生源 原底下分成若干个代 这几个代要背一下 包括古生代 中生代跟新生代 然后每一个代底下 又分成若干个季 那目前来说 这些季不用特别去背了 那中生代有三个季 新生代则有第三季 跟第四季 那划分这一些代货剂的理由 就是利用物种的大灭绝 那其中有两个比较重要的大灭绝 分别是在两亿多年前 跟六千五百万年前左右的 也就是所谓的古生代大灭绝 跟中生代大灭绝 那它主要的物种 代表性的就是像 山叶虫灭绝 橘石跟大型爬虫类 就是恐龙灭绝 然后新生代取而代之 就是大型的哺乳类动物 所以我们前面在化石部分 有提到过 然后它这边有提到 这边有一个臭氧层完背 大概是在滋留季左右 那距今大约四到四亿多年前 四亿多年前 所以生物开始登陆 上路发展 表示我们这时候臭氧层已经起背 那这个也各位留意一下 这个重点 所以我们一般而言 在物种部分 我们要知道的是 有寒乳记生物大爆发 跟古生代 还有中生代两次大灭绝 另外代表性化石 古生代是三叶虫 中生代是橘石跟大型爬虫类 那一般来说 大型爬虫的恐龙必须是陆生的 所以它代表是陆像化石 而橘石是海像的化石 这样大陆海洋部分 我们都有一些代表性化石 而这些大型哺乳类 则是为新生代 的代表性化石 那像这些 这些概念 就是一般我们请同学 把它背起来考试 背考 会用到一些继续性的尝试 或知识 好 那这部分我们就简单介绍到这里 这就是我们地球 历史 包括环境的演变 然后从地球的分层结构 到大气的演变 到目前的状态 以及物种的新衰 和生物登陆 显示了臭氧层完备 这大概都是过去学测 考过的知识 必须要熟悉的部分 就帮各位整理到这里 好 那最后我们把几道 有关于地球历史的考题 帮各位整理一下 首先请看这道考题 在早期地球历史中 大气中氧气出现 主要是何种事件造成 火山活动是不会喷乏氧气的 陨石撞击也不行 那三叶虫的出现 基本上它并不是 它并不是 陆地上的生物 它也没有光合作用能力 所以我们这个也是话差的 那比较有争议大概是这两个 比较有争议大概是这两个 因为氧化体的出现代表 当时已经有大量的氧气 但是如果以直接 直接由哪个事件造成 那我们还是认为 蓝绿菌可以行光合作用 会比较接近我们最后的答案 接下来我们来看这道考题 这道考题问的是 下列那些选项的事件 是在大概40亿年前 因为地球开始融融 并且逐渐冷却而形成结果 那表示说 我们应该是地表冷却结果 所以一般来说 我们大概就是被海洋的形成 大概40亿年前 三叶虫是古生在5亿多年前出现的 而我们的地球大气层也是在 这个阶段的氏气作用形成的 然后大气中大量氧气形成 并没有在这个时候 大概35亿年前 南绿菌大量生长 形成光合作用 但是要开始进入大气 有氧气要在25亿年前 而达到目前水准 至少是四五亿年前的事情 所以这个也不能选 好 那这个分层在当时已经完备 题目上有 所以这题也是有一点 记忆性的考题 接下来这一道考题 就直接读图即可判断 三叶虫曾拥有于 侏罗纪的海洋中 从图上可以知道 它在古生代末期就已经灭绝 中生代就没有三叶虫 所以这是错误的 第二个 台湾西部山区第三季海向化石中 可以看到菊石化石 第三季在这里 是新生代 当时菊石已经灭绝 所以第二个也是错误的 第三个 二叠跟三叠亿之间的 生物灭绝事件 那就是指的是这个事件 然后 只促成大型跑龙的发展 那这当然是 错误的 因为像菊石也是大量发展 所以很明显也是错误 第四个 菊石从古生代开始发展 那我们可以看到 菊石古生代就有了 然后到晚期有减少一些 看图可以知道 然后在中生代末期 它灭绝 这直接看图 找到答案 最后一个是 六千五百万年前 有一个生物的灭绝事件 只让大型爬虫类 如恐龙灭绝 很明显 菊石也是在这个时间灭绝 因此它还是错误的 所以像这一题 就是直接读图 判读的考题 难度不高 好 那我们有关于 地质学也是 我们所有总复习 就到这边告一段落 我们下期一段ảo